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情 爱情没有 亲情 亲情又是这样 你这人呢 还让我活呢 快吃吧 你就这点菜呀 够你吃的 看妈妈又是这样的 你跟我说清楚 你今天就是让人活了 你这能不来气吗 你说有秀红这样的吗 这不但不帮你忙 他还跟保安说不认识你 这不明明摆着 就嫌你给他丢脸吗 是不是 你说 他的事 我什么都冲在第一个 这彭心欺负他 我给他出气了没有 出气了吧 我对他怎么样 这拿他当妹 他不拿你当姐呀 不帮你当姐 能秀红给你出两千块钱 你那聊把事 也不是说起来 妈知道你是热情长 可热情未必办好事吧 你说你那天 你不管不顾的 上你嫂家你闹哄的 是 妈倒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你想过没有 你以后让你哥 怎么跟人家处啊 那你天到晚 也那个破戏 八月不好好上 那咱就是普通老百姓 哪有什么艺术戏谱啊 那孩子不管不说 整天哪把干什么事 离婚总挂在嘴上 那你真离了 像你这样的 谁能跟你过呀 睡 又睡着了 谁睡着了 都听着呢 你别说这些没有 你就 你就不用操这心 是不是 你就咱说琪琪吧 他为什么学习这么好 那就是我因为我拍戏 对孩子言传身教了 是吧 我说这做人就得有目标 你看见目标 你喳喳 你就喳 你下网上奔上 行了行了 你听有一大堆话 怎么那可不 我也说不过你 不是妈你真的 你激起我了 你就自豪 你就骄傲吧 真的 你说浑身都是艺术细胞 人今天那导演都说 李托远 你真的是一个天才演员 以后大小重要角色 全都让你演 我今天那戏演特别出色 那女主角让我演 就傻了 就傻了 不会了 马上就不会了 你这 我起了 我变得一戏了 这么两钱不够你赔的 你就一提这事我就来气 真的 你就这不提我 你就 我一提醒那个王导 我就恨得牙痒痒 你说你这既然 闯了这么大楼子 你倒是说一声啊 不说 是不是啊 不说结果怎么的 当事人没抓着 我这负责人给逮着了 这两千块钱呀 马上就两 你就这一天才在他们组 才挣一百块钱 这要不够赔的 哎呀 我这这不能 真的不能跟他们 这你再请我也不能去 你就跪了 你就跪起来 你起来我也不能去 那就对了 就不给他聚 你说太好了 就这么定了这事 你不去 吃 吃饭了 哎妈 那胳膊还没好力了 你放在我来弄吧 好 人完了 喂 哎 哎呀 先往哪儿啊 哎哎哎你说 太好了 啊 几点 七七七点半了 哎呀 你怎么不早说呢 对自己克服 哦 自己 真的能克服能克服 我自己克服啊 谢谢您王大 哎哎哎哎挂了 哎哎 妈你先吃吧 有事 你着急忙忙 干什么 去手给我打电话 我开你去 我回来 啊 你说你昨天晚上 不说的好好的 不去了吗 这 那 这 新的一天了吧 新起点新想法 你就别别半脚实了 哎呦 这都 哎 没吃饭了 来来来来 拿来 我说这都是冲神食了 太好了 我怎么办呢 你走啊 我得死你了 我自己人一天某某的 没个稳当时候 说不去的你 说不去 白带的合同啥都待齐了 都待齐了 放心吧 哎 千万合同没事早点回来 这边还有事等着你呢 好 嗯 那个我这两天跟老谷先去看看厂房 嗯 然后等你一回来 咱们就商量工厂招工人这事 行 嗯 那国强那边从哪是怎么样啊 红妹来电话说搞定了 等你一千万合同 那边就交定金 哦 好 梁莫 那我先走了 哦 路上小心点啊 哎 妈 你这应该说说我三姐了 哎 不是我说他 有他这么办事的吗 挺大个人了 还不务正义 每天东泡西泡呢 竟想要做明星梦 你看那上回办的事 把我折腾了 好了 行了 你回来就没完没了地说你三姐 你就那么看不上他 不是我看不上他 他本来就不正义 多想想你三姐的好处吧 你忘了你上大学的时候 咱家孩子多条件差 你三姐在商店上班 看好了一件皮夹克 一边捣鼓着呀 一边攒钱 攒了两年的奖金才买上 你离上学的时候 人家都没舍得穿 二话没说就送给你了 有一次你问家里要钱 我把秀燕结婚 当月的工资 全都给你寄去了 秀燕空车都出嫁了 我想起来呀 就愧对他 你好好想想吧 不是亲姐妹 谁能对你这样 我就是说这事 怕得好我都记着了 不是亲姐妹 我也不帮他呀 是 妈都迟早 你记住啊 这是人家表大夫啊 费尽千辛万苦 给彭新搞到的药方子 记得让他喝啊 国家必须把这个药啊 热温了再喝 别凉着喝 听不听见 知道了 妈 这可是三天的份啊 妈 我三姐回来 你别忘说他啊 哎呀 我还少说他了 老公 来 药正好了 快趁趁喝了吧 这是 这是什么呀 这让我喝 那咱妈给你弄的药啊 不是 这里都什么东西 你搞清楚没有啊 哎呀 咱妈给你找名医抓的药 你怎么煎好了才想起来问呢 嘿 多新鲜啊 我喝的东西 我当然我得问清楚了 哎呀 你放心吧 这里面呢 每一味药我都上网查过了 不管能不能治好病 肯定对身体没害 快 趁热喝了 我还得刷碗呢 不是 你先放这儿吧 你别着急 你别催我行不行啊 先搁这儿 那一会儿我喝完我自己刷 哎呀 老公 一会儿再玩吧 好了 我知道了 一会儿我再喝啊 好吧 那你记得喝啊 您好 您走电话的电话已关机 黄妹 梁总 万总来电话了没有 没有啊 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 我打他电话也是关机 咋个事呢 我查了航班号 说航班没晚点 按理说他应该到了 怎么回事这是 哎 哦 哎 你好你好 啊 哦 打过来了 哦 好了 你等会儿我拿个笔 哎 你说一下 哦 好 谢谢 哦 哦 是 哦 好 你说 你说 嗯 嗯 那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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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查一下 啊 哎哎哎 好嘞 好嘞 好 谢谢 哎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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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妹 嗯 赶快查一下咱们公司有这个账号没有 这不是建行的账号吗 咱们公司在建行没开过户 那不对啊 那河北魏经理说 万总给他就是这个账号 说是咱们公司的账号 人把钱都打这个账号上来了 啊 你好好想想 真的没有 公司开户不都是我去的吗 咱们公司在建行真的没有开过户 万总 他让魏经理把钱打到这个账号上 哎 这个账号会不会是万总自己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会是自己 不管是谁 只要万总打电话来去客户啊 哎 知道了 有人吗 谁啊 哎 大爷 万总在这儿说话 你是在什么人啊 一个公司的 一个公司的 正好 我正找他呢 我来收货租 找店人了 把我的东西给他拿走了 都拿走了 你看他精神在走 他说他精神出差回来 要把呛的帮助给补齐了 当天在里头留了这啥的 正好 你先给护上吧 你瞧瞧 你瞧瞧这个公司 都什么人呢 你好 你瞧瞧 瞧瞧了 你瞧瞧 哎 红妹吗 我打万涛的手机关机 他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那他有没有给老谷小高打电话 行了 知道了 是110吗 我要报案 二姐夫 回去 什么 回去 二姐夫 我这货都验完了 就等你打款了 虎妹 这一大早起来的 你们两口犯什么血啊 我这万事俱备了 他撤了 什么意思啊 国强 我跟你说 公司出事了 现在警察 正在了解情况呢 你知道吗 那个曼他太阴险了 他不是介绍了一家 河北的公司 跟咱们公司搞合作吗 结果呢 他把那个钱 打到自己的账号上 然后就失踪了 不是他这钱 怎么打到别人账上去了 你是干什么的 那个合同上的账号 我和梁总都检查过了 根本就没有问题 哪知道他签约的时候 他偷偷把账号给改了 梁总啊 现在气坏了 国强 你现在在哪呢 你赶紧回来吧 这个外套要是找不到 这事可就大了 用多少钱 加起来一共好几百万呢 多少 郭强 你先别着急啊 这都什么事啊 万涛这个王八蛋 还教育我呢 一切从公司利益出发 一切为公司考虑 他这干什么 这人还没下落呢 你别着急了 知道下落怎么样 该打的款不打 人该回来不回来 这就是结款逃役 明摆着的事 还走不成呢 你少说几句 一会儿让梁总听了啥 少说什么呀 你别装老好人的 你拿着 别 这国强 毁了 我知道的 万涛所有身边的熟人 我都打听过来 都不知道这个人去哪了 那这个人就人间正化了 她们在家里面 她们在家里面 但你看她在新闻 这边就说哦 她在新闻 她们在新闻 你看她在新闻 她们在新闻 就算是不是 这边都要 只想了一天两天了 别看你在生意场上 干了这么多年 你呀 你其实看人并不准 那咱也没往那顶上想啊 那做生意嘛 彼此之间又在一起干 那就最得有信任嘛 那最起码的信任了 你这信任根本就不值钱 行了 别说别的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李师傅 我早来怎么没看见你啊 我去嗑字去了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就回来了 对了 给你带了一袋芒果干 是个意思 尝尝啊 谢谢啊 对了 那你不在这两天啊 市里找你要那个报表 我已经写好了 给你交上去 哎呦 真是谢谢你 哎 李师傅 这次云南哪 你是幸亏没去啊 我要是在那再多待两天 就我这脸 非被毁容不可 好 霍莉安 回来了 霍莉安 刚才我看了一下你这个青年技术比武器技艺 这个报告写的 嗯 总体还是不错 但是第六条要改一下 第六条要改成三大条 题目我都给你写好了 那个借这个机会 要把我们工会的作用要图住出来 好 布置完会场就写出 好吧 那个 霍莉安 忙完手头这个活儿以后啊 就把这次云南这个会议这个汇报写一下 主席 你这云南我也没去 会议我也没参加 这怎么写 嗯 那个 哎 材料不是带回来了吗 材料呢 这儿 这儿 抓紧时间看 我先走了 嗯 走吧 对你那条小材一点 嗯 写好了 明天早上给我啊 辛苦 真是怪了 彭心就没有反应 一点变化没有 真没有什么变化吗 哎呀 这是治病 啊 不是读书 别什么事都躲躲闪闪的 你就直话直说吧 他见了你 哎 有没有那个冲动 哎呀 妈 你看你说什么呢 哎呀 这就不对了 人家苗大夫说 不出半天就有反应 这彭心怎么就没有反应呢 你干什么呢 刷刷了吧 你把药给倒了 没有 没有 我刚才都看见了 哎呀 哎呀 你真行啊你 你知不知道 我妈为你弄这个药多不容易 她还给别人做鞋 你就这么给倒了 我知道了 舅舅 你 她每天都熬药 喂你 你你听我跟你解释 好吗 这个药吧 我我就是 我是这么想啊 尤其这个中药 不能就是这么随意的就把它喝了 你知道吗 呃 第一 你说你能保证这里边东西 都洗干净吗 对吧 再一个你你什么成分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也不像人有说明处 我我我知道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是吧 呃 朋友说对治我这个病吧 最好还是用西药 我妈已经从德国那儿托朋友帮我找药了 人马上能寄过来 哎 据说那个药对我这特别对症 而且人家在国际上得过高科技奖啊 咱吃得行 行 行 你不可以告诉我们呢 啊 这药是花钱买的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不是钱 我妈为了求这个药说了多少好话给别人 我知道 我知道 她受了多少委屈 我 她还给别人做鞋 她都那么大年纪了 秀红 秀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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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这事就是这么操心 是不关心你就这么报答她吗 但是这个和治病本身 她是 她 她是两码事 咱喝药咱不能感情用事 咱不能说为了报答老太太 我就必须把这药我喝下去 可是你一直在骗我们 你在欺骗我 在欺骗我们全家 我妈今天早上还打来电话 问你喝药喝得怎么样 有没有效果 可是你又这么把药倒了 你就这么对待我们 好 不说了 冯夕 不说了 不说了啊 就会就会 恭喜你 顾强 我听洪美说啊 她有个对象 经常来电话 有时候还打到办公室 约她下班以后 上什么地方去见面 你见过这人吗 我没见过 马上查那座机来电显示 想想她什么时候来电话 把电话抄下来 现在又去 行 我现在就去 顾强 我听她一个朋友说 她有个姑妈 住在兴华街 这也算个线索了 还有吗 没了 明天跟我祈祷新华街 好 博强 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车 还没来得及吃饭吧 我不 还是吃点吧 别饿坏了 真是执人执面不执心的 你说万桃这个人怎么这么可恶 是啊 我们大家都没想到 不过你回来就好了 可以替梁总出出主意 行 回去吧 明天还有好多事呢 行 你也早点休息吧 再见啊 来 您怎么回来了 公司有事 然后给我叫过来 那 您二姐夫公司的事就办好了 差不多了 妈 锅弄点吃的吧 我没吃饭 我点饿 干嘛呀 还没吃饭 我都弄去啊 这又谁 金黄 我说呢 我说这两年 他怎么就跟丢了魂似的 他今天才跟我说实话 行了 二姐 你别跟妈说这些 你别呆着去 怎么了 你说啊 他一公司经理 法人代表 怎么连这点防备之心都没有啊 他脖子上这东西 他干嘛使的呀 他 你说这么多钱 那儿就给拿走了 你看他怎么办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问他 国强 妈 那个是这样 我姐夫有个助手叫万涛 他代表公司去签合同的 然后呢 把别人的钱 跟我姐夫的钱就全跑了 全全走了 对 现在人也找不着 好几百万的 妈 那个您别着急 多想办法呢 好几百万 二姐你也别着急啊 能不急吗 这事个谁谁不急啊 你少说两句不行 你着急上吼的事能不急啊 对 小吴 这什么 姑娘 有什么 还没歇着呢 你跟着干什么来了你 你看你 你看你 别生气嘛 我也不知道 他是那么个见钱眼开的人 这是见钱眼开的事吗 这叫早有预谋 你说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你 你成天干什么呢你 你说你这经理 你怎么当呢你 这承担万液的招是什么呢 没事 发 你看 人家来了 我爱你 行 行 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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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小说 对 我们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